Hello,大家好,我是Wonder姐 之前的一些钢医钢管的小视频 很荣幸得到了各位网友的喜爱 也蛮意外的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给我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或是提出了很多关于钢管方面的问题 于是我想说 我就做一期FAQ 来回答一下大家一期或者两期吧 可能分为上下两部分的FAQ 来回答一下大家经常提出的这些问题 我初步的预想是 上半部分先讲一下 关于钢管相关的 就是比较通时类的问题 然后第二部分我想讲一下 关于自己和钢管的一些经历 比如说我怎么开始学习钢管的 为什么要学习钢管 在这个钢管学习的过程中 收获了哪些东西 为什么还在坚持等等 在这两个视频之间 我想会有一个茶漏不移的时间 然后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反馈 我会在中间可能 酌情再增加一期 然后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 钢管舞为什么要穿的这么少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钢管是个色情的 不正经的运动 某种意义上确实跟它的起源有一些关系 它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 根据百度百科以及网友的科普 它最早可能是一帮老大爷在工地上干活 然后无聊发明出来的运动 那当然它最有可能的起源 还是在美国当时的这个脱衣舞俱乐部 strip club里面 有一根管管 大家绕着这个钢管转圈 然后做一些挑逗性的 性暗示的方面的动作 但是现如今的钢管舞的运动 已经算是大微不同了 首先它在各个国家都还很受欢迎 在国内其实已经蛮有市场的 虽然它还是一个小圈子 但你看各大城市 基本上都是有钢管舞的工作室的 可能水平上是会震刺不起一些 但是证明了钢管舞现在也在 就是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那钢管舞为什么要穿得这么少 第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果你穿得多 你真的爬不上去啊 留言里有一个小朋友还说 你穿丝袜跳啊 你穿丝袜跳啊 当然我觉得你这个动机肯定是不纯的 但是我首先跟你说 你穿丝袜你是如何都爬不上去的 钢管靠的是你裸露的肌肤 和钢管的接触的部分 来贴住钢管来针在钢管上 所以说它必须要穿得少 相反的如果你穿得很多的话 它是一种对你的健康 就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 会是一种安全隐患 你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就从上面摔下来 这是为什么我更偏向于 或者大部分跳钢管跳得比较久的人 更偏向于去穿三角形的小裤裤 就是我们说的钢管的短裤 而不是平脚裤 因为平脚裤你的 尤其大腿跟的这部分 有很多地方被布料给挡到 所以你没有办法和钢管 那么亲密的接触 你没有办法加那么紧 那你真的很有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会滑落 滑落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 头朝下的倒挂的 翻管类的动作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的一个 跳钢管认识的好朋友 而且我们还是 恰巧是一个留学生的时候 一个硕士同学 他就是从钢管 在做一个动作 在我们叫 就是倒挂这个动作 直腿倒挂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从钢管上摔了下来 他是没有加注 然后他伤到他的锁骨 锁骨骨折 做了手术 放了钢钉 然后现在最近又取出来了 但是他就是一是这里留了吧 二是可能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是不能说做就是伤到肩 动肩的一些动作 那他现在就是练钢管技巧 就蛮受限了 这里有几个我们平常用的一些 就是辅助于我们 粘住钢管的一些东西 但是也是要直接接触在皮肤上的 这个呢是专门的 他有专门的钢管板 叫它叫ITAC2 然后他这个牌子 有专门的钢管板 我这边就是一个 regular strength sports grip 然后就是一个通用的 就是只要是运动的时候 给你增加摩擦力的 他是蜡 防滑蜡 他是这种膏状的 给大家看一下 他在头上以后就会很容易 就是大家听到我的钢管视频里 有那种呲呲呲的声音 一般就是可能是我涂了这个蜡 为了增加一些摩擦力 尤其是北京这种地方 还是比较北方北京都是很干燥的地方 所以你的钢管 就是你的皮肤和你的钢管之间 是没有张力的 你就很容易很容易就打滑 如果说只是说 增加一点点的摩擦力 还可以使用干油 或者像这种芦桂胶 也是很好的 它就是模仿 模拟一种汗液 在你的那个皮肤上的状态 皮肤在微微出汗的时候 来加光管 这个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它的粘合力是最最最老过的 不过 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老子喜欢呢 第二个问题 跳钢管的手劲是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 你这个说法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钢管它说到底是一个很全身性的运动 所以从你的就是手臂到手指尖 从你的核心 从你的腿 大腿到小腿到脚尖 你都是在发力的一个状态 这样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它不是说你单纯的你手劲大 你就会 你就能跳得好 但是有一点是 就是你手大 是很有利于你 跳好钢管的 其实这个跟体操是有点点像的 就是如果你的手很小的话 你真的抓不来这个管 你可能转都转不住 然后我在 因为我从小原来弹钢琴 虽然不是非常非常不专业 但是我们小时候很干净 有一个就是每天老师让我做 懂得这样 这样就拔这个手指 就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也有可能是 我是因为手一般都是遗传的嘛 那我的手就是确实 比一般女生大一些 但也不是很夸张的地步 然后呢 我还买了这个物理好花 大概买回来没有用超过五次 你以为你就会看各种综艺的时候 比如说月下 成功破浪的姐姐 什么青春有你什么什么 就你会你会这样 你会一直这样 然后就盘塌盘塌盘塌 盘塌 盘塌 但是实际上 你真的不会想起来拿出来用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综合的发力的状态 我不会单纯的就会只会考虑握力方面的问题 然后这个握力 它可能就是 它会有随时 也会忽高忽低 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 没有怎么做技巧的动作 我的握力上还是会下降很多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记得我是去参加一个 当时钢管的一个集训 我想拿一个就是教师类方面的那个证书 就是跟我这个钢管的牌子 是一家的叫Export的这个资质认证 教师的定管的资质认证 然后当时经过两天的这个集训以后 我第二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可以好像可以单手抓管了 这个我还 就是专单手抓定管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但当时就有一阵子 曾经可以做到 所以它是不太稳定的 然后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起剪子 你就是蛮手剪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主要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平常 如果你撸贴的话 也会是在这个位置有比较老的剪 然后我最近其实不是很明显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说 特别花时间在这个 钢管技巧上面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管秀 我喜欢exotic pole 这个就是我的爱好 这是我的兴趣 我就是觉得它好看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那一方面的 就是那个方向的钢管上 反而技巧这边 稍微荒废了一点 但我最近是想捡起来 可能这边 它的剪马上又会出来 我有很多朋友 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有把这个地方抹破过 我自己是没有过这个经验 就是说如果你反复连续的 就是尤其你刚起这个剪的时候 去抹这个地方 你是很有可能把它错破的 错破以后 你真的要斜一阵子 因为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抓管的 真的超级疼 但是如果要我说 就是在练钢管的时候 最最重要的力量 我觉得是核心这边的力量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控制力的 发源的起点都在于这里 如果你核心很差的话 你还是没有办法 跳好这个力量 第三个问题 就是大家很多很多人都提到的 很多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 就是究竟是定管还是转管 究竟是管转呢 还是人转 这个问题真的太多人问我了 而且很多朋友都不是很清楚 这个钢管吧 它就是有两档 它一档是定管 它一档是转管 你们看到的我的大部分的视频 就所有关于技巧类的视频 我现在做了一个 把频道做了一个分类 在那个旋转技巧的这个视频 管都放在旋转的状态 一般所有的exotic的状态 就是管秀 地板动作 我都会把它放在定管 我的钢管在就是它底部的位置 有一个 它有一个转接环的样子的东西 它其实我感觉是有套两层在里面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你把它的螺丝拧紧 就上紧 两边都拧紧以后 它就会变成一根定管 新款的expo 好像已经把这个 就是比较繁琐的 就是这个 用一个那个类似改锥样的 就是这么一个器具 来调整它的这个功能 已经给改掉了 它好像现在就是新款的expo 好像就是有一个按键 它变成了一个按键 你把它推进去 它就是定管 把它拔出来 它就是旋转管 但是因为我没有亲眼见过 就是实物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在定管状态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这个人旋转起来 首先你确实是搓的 就是搓肉 你就是搓的肉 所以你在定管状态下 你的手 你的皮肤 肯定是更加 就是受到的摩擦力更大 所以就是某种影响 受到的伤害更大 更疼 所以在定管的时候 如果你想有一种旋转的感觉 就是有很多国外的大师 是能把定管跳成转管的 比如说我很喜欢的一个叫 Marlo Fiskin 好像是这个名字 然后他就是很擅长于 做定管类的动作 但是他会做得很优雅 很像旋转管 这个就是很需要技巧性在里面 因为定管 你如果不给一个足够的惯性 就是你起步的时候 你起跳的时候 一定要给足够惯性 它是完全没有办法旋转的 就是这个名字 定管你在开始一套动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可能是绕着钢管走一圈 或者是小跑几步 然后再给它一个充足的惯性 这样能把你带的就是飞起来 你的手不能是死死的死死的抓住钢管 这样的话你又会变成就是完全静止的状态 我们说定管的这个把握吧 我们叫做就是松松紧紧 就是你可以顺着它的那个劲往下滑 你如果说你抓特别紧 你可能就在同一个高度上 那实际上你是一点点顺着有控制的往下滑 你才形成了一种旋转的感觉 那么旋转管就不一样了 旋转管就像我每次起步的时候 我只要给它一丢丢的惯性 它就会转动起来 当然了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复杂的 就是像物理或者离心力方面的这种变动的东西 这个我们可以放在其他的另一个问题上再来讲 但是就是旋转管给的这个惯性要小很多 而且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的维持 我们可以让这个惯性保持一阵子 可以一直在上面旋转 能做出大家很多大家喜欢的那种 非常唯美的或者非常飘飘的 这种很鲜的这种动作来 本来说都已经录制好了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让你们看一下这个 类似的改决的工具在哪里 然后我才刚下班到家 也没开会看到横子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管就在一个转管的状态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我起步的时候给一点力 它就会随着惯性旋转起来 然后呢这个底下最底下这个部分 这个这个口子把它这里拧紧 啊拧发了对不起啊 然后这次还有一根 咦咦找不到动 哦好的 好啊这样子 那它上进以后 你看它就变成定管了 它就没有办法再动了 是吧 这就是一个演示 谢谢大家有耐心看到这里 啊希望大家不要吝啬点赞收藏 还有投币 来个一键三连好不好 来 因为up真的很用心的做了好几天 然后录了好几天 然后编辑了好几天 差点就因为视频太大都发不出来 而且内容呢有点多 所以我决定一定会做个上中下三期的 然后还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鼓励一下 多多点赞转发